市長所說的 他沒有辦法清楚的分辨 橋頭科學園區 跟高雄新市政第二期的 區段徵收的計畫 他沒有辦法分辨清楚 我不知道是他個人的關係 還是整個新竹縣政府的團隊 發生了什麼問題 他說有10%住商用地 在橋頭科學園區 這個說法 其實是一種漁目混珠的說法 10%的住商用地 其實是在高雄新市政第二期的 區段徵收的案子裡面 我要跟各位報告 在這之前 新竹縣政府 陽王科縣長 擔任秘書長 副縣長 甚至時任縣長的時候 他甚至送過 接近5成的住商用地 希望都市計畫委員會通過 我再次請問新竹縣民 所有在科學園區上班的朋友 你有看到新竹科學園區裡頭 有接近一半的住商用地嗎 有接近四分之一 超過四分之一以上的住商用地嗎 沒有 那這個案子 我們要怎麼通過呢 周江傑希望能夠務實地 儘快推動 我們台資園區 142公頃的國家重大建設 我12月25號上任之後 我就會立即推動這件事情 台資計畫起源於國發會核定的142公頃 重大經濟建設 新竹縣政府卻為了擴大住商區面積 導致要徵收400多公頃 造成農地從每公頃1萬元上漲到10萬元 被社會大眾績效為草地皮計畫 也因此被都委會推薦要求重新規劃 減少住商區面積 事實上整個竹北地區近20年人口成長快速 已經過度飽和 學校不足 交通不足 環境承載力也不足 不宜繼續過度開發 否則會進一步惡化竹北的居住環境 這絕非竹北市民期待的生活品質